一開始先答應來關注的是 9月17跟9月18兩天分別 發生了規模6.4跟6.8的地震 前氣象局長認為 這兩起地震可能都是主震 不過氣象局也認為 兩起地震相差太大 而且能量差距有5到8倍 也因此不太可能是兩個主震 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凱文 則認為先有主震再渝震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機率只有5% 所有余震裡面最偏北的位置發生的 規模6.8地震後 19號上午10點07分 又誘發了5.9地震 這次最大震度出現在花蓮舞弱 到現在依舊余震不斷 就18規模6.8地震前一天 發生的6.4地震 地震中心認為就是主震 但前氣象局長辛在勤卻認為 關山規模6.4地震 位在台東縱谷內 本身就是板塊交界帶 有多條段層糾結 和池上6.8地震 難分誰主誰相隨 可以說都是主震 這兩個差距太大 不會是一個主震 規模6.4跟規模6.8 6.4跟6.8 雖然只差0.4的規模 但是它的能量 它的能量 大概可以差到 5倍到8倍之間 地震中心統計 918規模6.4地震後 其餘規模5到6的共7次 4到5的共47次 3到4的有91次 前震和余震各有73次 而且在凌晨12點前的余震 有61個 余震明顯降低 至於地震的前震和主震 如何區分 其實有難度 他的余震下不來 我們認為說後面 可能也許會有一個更大的主震會出現 後來也沒有啊 所以地震並不是說 統計就可以直接說明的了 在過世也有前震發生後 才出現主震的情況 像是日本311大地震 3月9號規模7.3 兩天後才出現規模9.1主震 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凱文認為 這樣的情況機率只有5% 氣象局長鄭明點也發文分享 把規模5以上的地震次序編號連起來 9號和附近的地震 看起來是一群獨立的地震序列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 下一波地震可能發生在迦南地區 現在目前來看 迦南地區的發生大地震的潛視 也是相當的高了 地震中心表示 雖然說有周期 但實際上比較像是重複性 可能會拉長20到30年左右 目前加南有幾個前市非常高 也正在密切觀察 體育越新聞 楊清波草政人 SNG小組台北報導 沒有錯 這幾天的連續 強盛全台的民眾都還擔心說 會不會有更強烈的地震 剛才我們也聽到了 學者預估說 加南地區可能會是下一個 發生大地震的地方 為什麼呢 詳細內容再交給記者為佳琪 台東時尚發生了規模6.8的大地震 很多人都擔心了 最近餘震頻頻 台灣地震是不是進入到了火藥期了呢 尤其是現在學者也研判 下一個強陣的縣市會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也來看到台灣地震學的研究 其實時間並沒有很長 是從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後才開始的 那麼呢 只有20多年而已 而且現在還是有團隊在研究這921 沒有被解密的地方 那麼這一次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了 這研究經費縮減了 所以相對來講研究地震的經費也受到了影響 不過我們帶你來看到是這回的強陣了 受到硬力的影響 那麼斷層發生地震之後會影響到其他附近的斷層 花龍重谷跟中央陝美之間呢 現在較少發生地震 或許也較比較沒有受到重視 那目前也沒有被命名的地方還有很多 會不會藏有未知的斷層 現在也是大家很好奇的地方 那麼成大的地科系教授就說了 雙北陶族累積的能量速率慢 台南以北卻沒有能量釋放 所以呢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了 嘉南地區恐怕會有下一個大地震 要提醒觀眾朋友特別注意 赤上局透露去年下半年以來 台灣的地震是平均的兩倍以上 但這是不是代表進入地震活躍期呢 無論是氣象局或者是地質專家 都認為還言之過早 倒是可以注意幾個規模比較大的地震 都在花東縱谷一帶 有專家就提醒1951年 已有縱谷系列的地震 不排除可能重演當時局吧 921以來規模6.8以上的地震有16個 不過918台東地震是唯一一個 跟921的主震漢瑜震一樣 都是發生在陸地上的地震 而且還是極潛層地震 因此民眾特別有感 看看氣象局的資料庫 2009年12月19的花蓮地震 規模6.9最大震度7級 其他規模6.8以上的地震 除了在外海深度也較深 民眾因此無感 而2016年正垮台南圍貫大樓的 高雄美農地震規模6.6 2018年造成花蓮統帥飯店 和雲門翠堤大樓倒塌的地震 規模6.0 都比這次918台東地震小 所幸這次地震造成的人員傷亡 比較小 比較幸運一點的就是說 這個地震發生在重古這邊 我們的人口相對的還是比較低 高的建築物也比較少 還有又是在假日 血統沒有在上學 氣象局認為 餘震密集發生的時間已經結束 是個好現象 不過也有專家擔心 好幾個規模大的地震接連發生 可能會是1951年花蓮台東縱谷一帶 一系列地震的翻版 當時甚至有兩個瑞士規模 達7.3的地震 縱谷的兩側的這個戰爭系統 它在大概就是又到了70年 大概累積的因應有夠多 所以是逐步在釋放農料 至於整體來說 台灣是不是進入地震活躍期 包括氣象局跟地震專家都認為 會延遲過早 去年下半年開始 地震的活動 確實有頻繁許多了 是不是要會達到 是所謂的台灣的地震活躍期 現在很難判斷 因為時間太短 專家就提醒 是不是進入地震活躍期很難說 民眾應該要檢視家中的防震安全 隨時為可能的地震做好準備 TVB順時關於張宇希臺報導 這兩天之內已經發生 大小餘震150次了 而且鎮央一路往北 更多的內容再交給佳琪 這兩天的台灣可以說是天搖地動 光是地震就有150多次 很多的民眾都開始擔心了 接下來還會不會發生強震呢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的是 但是今天就最近的6個小時 沒有發生餘震 氣象局也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首先我們先帶你看到 9月17號的晚上9點41分 在台東的關山發生了 規模6.4的地震 隔天下午2點44分 在池上發生規模6.8的地震 甚至在19號早上10點07分 在花蓮酌溪也有規模5.9的地震 那麼中央氣象局就認為了 現在真的怪怪的 因為有人就說了1951年的 花東大地震之後 是不是正央開始往北走了 而且還會有更大的地震呢 氣象局也看到這樣的數字說 密集發生餘震的階段 截至到今天下午2點半為止 只有15個余震他覺得很怪 但是也不能講他到底是不是正常 所以氣象局現在還在密切觀察 台東這回的918強震 導致秀姑鑾溪多座橋樑毀損 包含了高寮大橋跟輪天大橋 都因為地震來襲 橋面翻覆斷成了好幾截 部分橋樑很躺在溪床上 而玉里大橋則是部分路面隆起 只能單線雙向通車 高寮大橋空拍畫面曝光 橋就像被推倒了積木 橋面旋轉180度 斷成好幾截 幾乎整座橋全倒在溪上 橫跨瘦鑾溪的輪天大橋和高寮大橋 因為918強震嚴重破損 可以看到我背後的高寮大橋 橋面更是出現了90度的坍塌 收復機率微乎其微 因此華聯監政府主張急拆急建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認同 橋頭路面嚴重隆起 橋蹲傾斜斷裂 位在華聯玉里的高寮大橋 承受不住接連強震 橋整座垮掉 甚至還有居民帶著小孩往外衝 卻被地震甩出去 全身多處受傷 小朋友先跑出來 我就跟著跑 可能就是太咬了 所以我就直接掉水溝 不只高寮大橋 輪天大橋像骨牌倒塌一樣 呈現波浪狀 全部斷在泥沙草丛裡 布地強震為例 橋段了橋面也呈現多出裂痕 玉里大橋則被震到變形 原本雙向的大橋 只剩下一邊可以通行 今年323地震規劃要拆除 但變橋還沒蓋好 重建遲遲沒有下文 那一次的橋樑的 整個量體主量的部分 是沒有看到損壞的機型 那跟這次地震整個橋樑 橋樑段整個都 都傾倒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最為嚴重的高寮大橋 在花蓮的最北邊橫跨秀姑蘭溪 是台九線到193線道的交通要道 而玉里大橋則從任何連接到玉里鬧區 另外還有輪天大橋是連接 浊西巷 副里巷 不少居民恐怕都受到影響 這回6.8強震 花蓮三座大橋接連倒塌受損 有的可以維修 有些則是嚴重震垮 只能等到重新蓋起橋樑 才能讓居民恢復正常生活 TVBN新聞綜合報導 強震導致六石石山道路攤坊 好幾百名遊客受困 只能在山上再待一晚 某少民宿業者主動伸出援手 由於房間的床根本不夠睡 最後改成打地圖 甚至供應三餐 當中有整個重機車隊 也受困山上 被民宿業者收留 雖然客難的過了一晚 卻讓他們感覺到 台灣的人情味真的很暖 道路搶通終於可以下山 從山上的民宿出發 準備回家 但沿途經過的路段 很多路面都裂開 甚至兩側路旁 還有巨大落石 但這真的要好好 謝謝工人們 這是他們20小時 連夜搶通的成果 沿途也經過好幾個 驚險路段 很多人沒有 沒有指板可以睡 因為他們就是坐著 有的是睡廣場 有的是睡在車上 原來這名騎士 剛好是哈雷車隊隊長 前一天到茶廠一日遊 卻遇上地震 九台重機倒了六台 車隊受困山上 幸好民宿收留他們 老闆還煮了麵 請大家吃 困在那邊 從桌面到現在 大概20小時了 室友住車上 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好 自己拿 謝謝 這邊 回憶前一天 橋鎮過後山區大停電 黑夜裡只剩下柯南的急盞燈 民眾在桌子前排隊等著吃飯 少百名遊客困在山中 沒辦法離開 直到白天 龍船業者也為遊客準備餐點 就花大的餓肚子 這一陣 向上不少民宿業者 伸出援手 收留 受困民眾 不過人數實在太多 有些人最後只能打地鋪或睡車上 甚至連水都不夠 洗手間什麼都在樓下 然後我們也是想盡辦法 然後自己把那個抽水馬達 再想辦法弄那種 就是用汽油的 然後把水管拒掉 換然後抽水 然後才有一些可以用 遊客們雖然睡到腰身被痛 不少人甚至根本不敢睡覺 就怕又有餘症 但困在山上 有人願意出手幫忙 大家一起在一起 度過南往的意外 TVB新聞綜合報導 6.8強震發生了當下 不少遊客在花蓮浴里 赤柯山賞金針花 我們就獨家訪問到一名遊客 他說在車上遇到劇烈的搖晃 後來往山下開 沿路都是落石 前方車輛大喊 攤方路不通 但是手機又沒訊號 根本沒有辦法求援 最後是林基一棟回山上的農園 由在地人開路 帶他們走後山回來 好誇張喔 米圖跟朋友一行三人 9月18下午6點8強震那時 就在花蓮浴里赤柯山 他們上午剛看完美麗金針花 開車下山路上 卻因為強震受阻 沿路都是大小落石 開到一半還撵過石頭 可是我拍前面也很... 你的底盤要小心喔 前面那輛車的旅客 全都下車搬石頭 同行友人也去幫忙 米圖用手機拍下全程 強震後還有餘震落石不停往下砸 還有別的車輛後照鏡被石頭擊落 前擋風玻璃也破裂 尤其強震後想往山下開的時候 所有車輛都會卡在山路上 大家都擔心遇到危險 前面車輛開始巴庫互相提醒別再往前 整條路過不去 本來能走比較大條的赤柯山產業道路 但因為攤方不通 後來僅有在地人協助 走後山經過竹林湖 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才下山 當下看齒啊 應該有10幾台 那裡完全沒有任何的 手機沒有任何訊號 幸好米圖當機立斷 不然沒電又沒訊號 可能就得困在山上過夜 往回開線到賞金真花的地方 下山沿路 手機沒網路 電話打不通 回到黎明農園討論後 有當地人救援帶他們下山 但一路上還是不安 因為不確定前方路況 都靠當地人用群組回報 大家慢慢開 一路上看到強震後 道路柏游地裂開 民宅也有回損 最後還到了斷裂的高流大橋前 索性有驚無險 順利下山 三天兩夜的花蓮行 留下此生難忘回憶 TVBI新聞正好報導 好 再來看花蓮玉裡這邊災情慘重 除了中山路二段上面的超廂倒塌之外 附近的民生街跟中正路也很慘 其中就有店家房子被震毀 至少要停業半年損失好幾十萬 業者期盼政府能夠補助 而另外在松埔里 路受到了影響龍起阻擋去路 屋內的人急著要去醫院洗腎 怎麼辦 只好先叫家人狼頭敲路開刀 體育用品店內 老闆娘正在包裝產品 突然間感受到地板在晃動 馬上停下手邊工作 抬頭查看情況 晃動越來越劇烈 只見商品從貨架上接連掉下來 地面上凌亂不堪 趕緊抓住桌子想要穩住身體 但地震真的太大 老闆娘差點跌倒 同一時間樓上住家也有明顯晃動 櫃子大花瓶 激不起強烈搖晃倒地 甚至還有藝術品直接摔落樓梯 台東18號發生規模6.8強震 花蓮玉裡災情慘重 不只中山路二段上超商倒塌 附近的民生街以及中正路也很慘 我有馬路整個隆起 怪獸正在現場進行作業 路面上還出現了長長裂縫 另外還有民宅 整面牆壁變形往外推 清楚可見裡面的磚塊 這一陣幾乎把房子震垮 一定要政府補助啊 沒有補助的話沒辦法 小地震我們可以自己解決 那這種大地震的話 一定要政府幫忙 多少幫忙一些 店家被迫停研半年損失好幾十萬 只希望政府能援助修善房子的費用 不然每次強盛來襲 受災戶都是他們 走進屋內地上磁磚隆起 另一頭還有散落的牆壁水泥塊 這也是中正路的住宅 同樣受到地震影響 屋內嚴重作損 現場拉起黃色封鎖線 整個地面隆起 花蓮玉裡松埔裡有住家門口被擋住 車完全出不去 但因為有人要洗顺 等不到怪手來支援 只能先叫親戚幫忙 讓郎童乔魯開道 而松埔裡也有400戶停水 因為管線沒有修好 只能派自然水車給民眾取水 恐怕還要再一段時間 才能衝灰原本生活 TV新聞綜合報導 台東池上強震發生之後 專家認為台東地區 是否有新的活動斷層 還有政府是不是應該加強 對中央山脈斷層的關注 時間再交給佳琪 連兩天的強震現在也讓學者 專家們擔心土壤異化的問題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9月17號晚上發生了規模 6.4的地震 在隔天甚至在台東池上 還發生了規模6.8的地震 那麼池上主震前後 總共發生了73次的前震 中央氣象局就認為是相當罕見的情況 而且他們還講到說了 台東的兩次地震 應該是屬於兩條 不同中央山脈的斷層 所以應該是兩個主震才對 但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其實地質研究所他們就認為了 東部繪製的36條活動斷層 最近兩天內的地震都沒有在標示內 那麼米輪斷層 敏感區可能會越來越大 那麼中央山脈的斷層 因為很難探勘 再加上缺乏研究 所以對於台灣人而言 還是有點算是未知的領域 那麼台東接下來 可能還會有一些未知的斷層 關注中央山脈的斷層現在也很重要了 最後就是預防土壤液化造成的災害 恐怕是現在民眾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總統蔡英文跟行政院長蘇恩昌 昨晚到災變中心聽簡報 可是總統念念搞完之後就離開 並沒有跟花洞兩縣長連線 讓他們強烈的不滿覺得不受重視 而蔡英文也在今天早上道歉 接近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代表團總統開口 先道歉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忙碌 溝通不足 以至於連線作業是有一些疏失 沒有能夠與兩位縣長 以及救災的團隊 有溝通的機會 對此我要向兩位縣長 以及在花蓮跟台東的救災團隊 表示歉意 總統的致歉為的是前一晚到中央災變中心視察一室 還原這半小時會議 總統和蘇貞昌等人8點抵達災變中心聽簡報 24分總統才是 30分總統等人起身離去 同在線上的花蓮縣長徐真偉 台東縣長饒慶林 彷彿被當空氣 事後回想只能苦笑 但被這樣忽視 當事人自然不好受 不是說不太開心 而是說中央對於地方上的重視 我們整個無論是行政系統 或者是中央駐地的單位 都在等待跟中央來視訊臨線 今天那個狀況真的令人很錯愕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問我們 老實說電話也可以 因為我整個縣政府幾乎是hold在那裡 其他人讓他們趕快回崗位去做事 還有台東縣的交通及觀光處長余明勳 臉書也直言參與了場有生以來最冷血無意義的栽訪會議 畢竟花東兩線等總統花了兩小時聽簡報再花半小時 但跟總統說句話的時間因工作人員疏失 零秒 齊啤啤啤新聞 李國正式煥柔 台報道 行政院長孫昌中午也道歉了 而且進一步解釋說 是因為當時開會 應變中心人員沒有把地方連線的畫面裝上來 所以他們才不知道 總統到在變中心聽簡報卻爆出無視華東首長總統道歉 說是人為疏失陪同的蘇貞昌進一步解釋 應變中心沒有把所有跟地方連線的畫面抓上來 所以總統和我都不知道還有地方連線 甚至於有關我們地方的同仁在現場 所以沒有特別請講話 這是作業上的疏失很抱歉 只是這疏失會不會誇張點 看看台東SANF晚上8點多 會議室燈火通明 相關局處首長正經尾座 接到幾次 所以我們就留下來 就一等等了兩個小時 據了解 華東兩SANF是在傍晚5點50分 接獲中央通知指菜蘇稍晚將主持 災變會議等時間未定 5分鐘後雙方測試視訊連線設備 直到7點消防署才再度告知會議8點開始 但這中間地方政府速度詢問會議何時開始 因為要跟總統開會 官員們也不敢擅離現場 很遺憾的 只看到了中央的視訊會議 是把聲音關掉的 然後他們開完會就結束了 過去國家級的災難所沒有看過的 也參與會議的傅坤旗直呼離譜 而救災期間總統和行政院長是否適合到災變中心 馬政府時代的內政部長有不同看法 我們原則上不希望總統跟院長到我們的應變中心 因為第一個那是專業 第二個其實大家都很忙 沒有時間招呼你 你一來 維安也是問題 為了你來我要做一份簡報給你 去與不去到意外現場還是到災變中心 兩難 TVB的新聞 李國賢其煥柔 台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